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3.5毫米 等于是豪雨等级 而这个雨从山区往平地扩展 未来一周天气是很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各地高温炎热 主要变化来自太平洋高压的萧萧涨长 明天还是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星期二开始太平洋高压势力往东退 星期三转吹偏南风 到了星期四星期五吹西南风 周末太平洋高压又会增强 而降雨方面就会有点变化了 明天在西半部都容易下午后雷震雨 中南部靠近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也可能会下比较久 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 星期二五后雷震雨稍微缓和 还是容易下大雨 但是范围稍微缩小 在西半部 东北部还有各地山区 星期三吹偏南风 中部以北 东北部还有东部和各地山区 容易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震雨 整理未来一周天气 在北部周一周三之后都容易下雷震雨 大台北地区明天高温有机会突破36度 中部的雨也都是午后雷震雨 明天还有周三雨可能会比较明显 南部的话明后天恒春偶尔会飘雨 午后雷震雨明天会比较大 东部的话要注意周四周五吹西南风 在东南部要开始小心焚风 收发汪密抓气象重点 明天大台北很低 中南部靠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 都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高温 要多喝水盛防热伤害 此外现全台都是过量级到危险级 出门最好戴上洋伞还有帽子 明天午后的阵雨范围会比较大 出门都要记得带伞 特别如果到山区活动 要特别小心降雨状况 预防薪水暴涨可能带来的风险 接下来看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再次晒觉到쪽에海洋 对于海南tha Biel bei海洋所春砦 7分钟 大部靠近11个大匹 5分钟 至小迄 擠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